Riding Income第二次來到台灣囉 這次是第二次環台 靜態的展出就到這個週末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歡一些經典車款的朋友們 可以趕快利用週末來看看這些 很特別的幾乎沒有什麼機會可以看到的車款 這部是Bugabe Type 35D 然後這是我們Riding Income永遠的一號車 那它能夠當永遠的一號車是因為它年嫩夠老 剛剛提到的就是1927年到現在已經89歲了 再來就是它是一部人類史上最偉大的賽車 因為整個Type 35車系總共累積了超過1000場的比賽冠軍 它的輪圈如果跟隔壁的輪圈相比 你知道就是一個很明顯的差別 那是傳統的鋼絲圈 前面真的是傳統鋼絲圈 對 這邊是一種鋼圈 對 它傳統鋼絲圈 如果你沒有調校好的話 輪圈會偏擺也會不夠正圓 那在賽車高速行駛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震動 甚至造成車輛的失控 也就是你現在已經透露出當年Bugatti 勝利至勝的關鍵之一 這幾個就是它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所以他們當初就用整塊鋁板去切割 這是手工去鋸的喔 切割之後打出一個弧度 然後再用另外一個鋁板用螺絲把它固定 變成算是現代多變式鋁圈的一個始祖 從正面看啊 你會覺得說這好像是一個常規 或者是一個好像是瞄準的瞄準器 事實上它是這個轉到後面來看 就會看到很清楚它其實是一個溫度計 真的耶 因為這個位置是水箱的位置 那你要怎麼知道那個水箱的溫度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插一支溫度計 這個車因為車廂太小了 所以它的排檔桿跟後煞車桿都在車子的外面 在外面耶 對 這個是排檔桿 這是後煞車桿都在外面 都是外露的 那包括它轉向的一個結構啊 然後也是在整個旁邊 在車的外面 這個非常小的空間喔 要集兩個人 所以開車的其實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那這個賽車在下雨天的時候 它因為沒有擋泥板 所以它會建起一個非常高的 大概兩公尺高的這麼高的水花 這麼高喔 它四個輪子形成的水花 就如同一個水牆 所以我們在很遠看到就會發現 好像一個有防護盾 有防護罩的一個車子出現 然後早期的前後煞車沒有連動 所以我們踩下煞車的時候 只有前煞車會作動 後煞車要靠這一支桿子 也是靠這一支桿子 要靠這一支桿子 來作動 真的耶 所以它的 如果想要讓前後煞車都能夠同時作動 就要手腳並用 跟現在開車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這些賽車都有可能 隨時要更換車殼 對 所以它也不要用錨釘的方式去做 那它用幾個螺絲再加上鋼線 當它把它攪緊的時候 這鋼線就把板件就固定在它的底盤上面 那這要非常非常早期的車子才有這樣的設計 那在我們現場的三部Bugatti上面 都看得出這個設計 我們來看這一台比較斑駁一點 你會覺得它斑駁 可是它其實比那台再年輕一歲 這是1928年的車 可見它參加很多比賽 看得出來還蠻斑駁 這個算是說古董車的玩家它有不同的玩法 有的人他喜歡把車子整理的 重新整理過 重新烤漆 那有些人他喜歡保持原狀 這個不知道是幾十年前的一個車身的編號 竟然是尚在外面喔 對 它就保持它的原狀 它也不去把它處理掉 對 因為對它來講 這就是歷史的一步 你還沒有電動馬達啟動的時候 就要這樣啟動 所以你擁有這部車 你還要養得起一個計師 因為要請一個計師幫你發動熱玩車 然後隨時你停車的時候 還要停下來幫你 剛剛講的那個螺絲要上鎖 要幫你隨時照顧耶 這部是Bugatti的Type 43 GS 它事實上就是我們剛才介紹過的 Type 35B的道路版 它為了要讓它在路上能夠合法行駛 它加上一些必要的裝備 比如說剛才講擋衣板 如果你沒裝的話會有一個兩公尺高的水牆 對不對 那比如說像這個地方我們看一下 踏板是不是 對 我看到這裡有踏板 比如說後照鏡也是很重要的 塞車不需要後照鏡 還有一個很大的擋風玻璃 假大的擋風玻璃 還有女士要上車的時候有一個腳踏板 這樣子踩上去就進去了 就這麼簡單 對 然後它甚至還有一個門可以打開 它還有一個門可以打開 對嗎 好小巧喔 但在車的話它就不用車門嘛 它就只要跳上去就好 跳進去 分秒必真 沒空在那裡開門 車身也做得比較大一點了 所以剛剛我們講說外露式的那些操縱桿 它全部現在都可以移到車子 然後還有要讓大家不要 吹風玻璃 就可以直接烹子弄上來 對對對